今天继续来那个第二个视频 啊这一支是一支算是文具吧 我觉得就是一支文具款的钢笔啊 就是嗯 你们懂得 因为正常钢笔应该是很像手表这一类的 就是呃把玩性比较强的 那这一次对我看到他 然后马培德 然后我看他说什么 素装钢笔 然后就这样子 还送了一个那个莫兰啊 反正淘宝买东西最讨厌这个 我是不主张浪费的人 然后就啊然后先把这个给打开吧 反正包装的话你们需要看吗 就这样 然后什么对对对反正就这样子啊 像城市印象钢笔啊 反正就呃 反正没买过这种笔 然后他说的是给小朋友用的 我就试一下了 因为他说小朋友然后很好装 我想我平常也是这么装 我想他在我想看有什么特别 那这个包装反正用完也要扔 然后两个墨 然后这样子啊 反正拆完就这样 这个包装还好一点 那个吸数啊 看起来会环保一点点 那这个笔呢 首先先把盖上吧 应该是应该 你等一下 先放一遍 不太敢动 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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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这样子 哎这这这看起来挺长的 这我东西 这看哎真的有长度有长度 真的不骗你们 有点长度 而且挺粗 应该捏 拿起来应该挺舒服的 呃 14.5厘米左右 那拔出来的话 反正这个挺大的这笔夹 哦 这笔夹 诶 诶 好吧 我可以理解为他就 这不是金属的吗 然后我可以理解为就是 掰断了吗 这好吧 先放一遍吧 断了就断了吧 我本来还想说笔夹什么的 结果啊 这是第一支那一颗 断笔夹的笔 啊 然后他基本上 可以报销的这根笔 但这不金属的吗 那你看这地方 可能做的真的很薄 它这个 那 这样拔吧 哎呀 这而且 这笔虽然说不贵 但拔起来还挺吃力的 然后这个 呃 先放一遍吧 这 好醉 第一次 这 这 这个 看来这个不用怎么剪辑 这个 也是一样 14 14厘米左右 啊 整根笔 反正就 嗯 对比应该就不用了 我觉得这个视频你们看完也不会买这根笔了 然后这个啊 这样推推出来 哦 他是挺挺挺那个怎么灯真的挺学生的 然后这样玩 但这个 有点小紧真的 哎呀 这样真的很紧 而且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呃 西里肯就是那个硅胶 呃 西胶吗还是啊 硅胶硅胶 硅胶那这个应该摸上去应该是那种coding就喷上去的是我现在摸上手有点小连连的 我觉得应该用到时间就开一两它就非常的一个了 虽然说价价格是真的挺便宜的 而且这笔 这这一下然后把笔然后这样子卡进去吗 然后这样放 然后这么一推啊 这么应该是这一下是哎哦这里还有 是我看一下啊 这个我后面还在存一根 然后前面再放一根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吗 对前面放一个后面再一根这样 这 这这玩起还是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 去就这个 这个但这个这个会上墨吗 我不知道 试一下吧 嗯 呃 然后 不敢甩 然后就应该是 嗯 好像真的上摸了 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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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笔的结构 但不知道摸一下 啊好像没上好像没上 这个嗯 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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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后就整根笔了 啊前面后面一个储存的一个空间 前面的话一个推的这样子 那看起来好像有点小机械结构这样这种感觉 啊 小朋友肯定会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个笔的材料 还有他的他的材料真的外形 可能小孩子比较喜欢吧 我说不准笔尖比较小 这个 呃 我是用 用对比较小比较小 呃 这个笔估计就是不用拆了 基本上你用步行报就可以报下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拆不开的 呃 笔非常紧 然后笔家你们看到了这个拿 然后一旋开 但反正就你看我这么旋开 他他是没办法这么旋开的 他是这一个卡榫 然后直接卡上去了 就看一个靠那种怎么常规那种错位 那就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呃笔的话呢 那我们试一下 这次就不用上墨了吧 我们直接就这样子放上去 对吧 呃 反正就这个挺玩一下 还是可以的 我估计这根笔一评测完 我就打算把它扔了 然后这样子这样放 然后对吧 你一一这样对吧 然后这样也是这样 诶 试一下 然后这样进去 诶 试我是可以理解为他就那个了吗 我试一下 我我那我再看看 诶 这一下 好的 我想说已经把不出来了 怎么办 这个人你无料 试一下 啊 可以了可以了 瞬间可以 但这个我想说的是 嗯 拔不出来 这好吧 那就好的 那先试写一下吧 好的 那个书写完了 那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首先捏起来的时候 他这个粗细和什么手 可能我手比较胖 捏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这点还是给他一个肯定的 另外一个他写起来的话 我不知道是我的无印的这根笔尖 他手书写面了 还是怎么样 你们听一下这声音好像有点呱呱的 就不像有点对再来一遍 就不像有点那个阻力感的那种声音呢 已经慢慢开始我可能用了有有一点呢 现在那这个我们来轻轻的 中的 对他的笔尖反过去算是可以的 就是他这个是有点小弯件吗 反正本力看起来还是好挺大的 这样你们看 对对对有点挺大的本力 反正这写起来还可以 然后呃断梦反正是不会了 但这根笔基本上用完就可以报销 我真的真的不骗你们了 然后反正就这个笔 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反正就出不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些现在你叫我把它扣除了 我真的不会啊 反正怎么拍 然后这个按次能按进去还怎么样吗 反正笔的话书写没有问题 写下还是挺舒服的 小孩子没有什么感知 我觉得还是ok的 这个笔的话 呃初期上面我买的肯定也是ef间了 ef间反正现在很多笔 你会看到国产的笔 其实初期上面都不用担心 呃初末上面也是非常稳 然后也不会说过度就末 不会过度饱和的一个线 不会呃过度饱和 长时间书 长时间书写还是ok的 挺轻的 就是嗯 你们懂的 第一下啊 呃史上就是说最最糗的一根钢笔了 这算是我 我也不知道是我哪这根品质 品质不太好 还怎么样啊 那另外的话就是反快度还是可以 比肩的那个本力比较大 我就我认为是可以 呃那这根笔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拆 如果有人知道说 有人告诉我说啊 哦可以可以可以 直接用力拔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那就如果知道的 那就反正就是这样子 反正就玩一玩还是ok的 嗯 价格的话啊 连接我到时候会放在那个评论下面 对 那有什么问题的 那一个下面留言给我 喜欢交流的 可以加一下我微信 或者有什么讲错的帮我纠正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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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